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呢会讲到对称的一个用法 好我们一样开一个新的草汇 好那以这个图形来讲啊 以这个图形来讲我们会遇到的问题点 就是他有一些东西是对称的 那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做 好首先我先画一个矩形 我先从最底下开始做哦 我先画一个矩形 然后我加一条中心线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中心线 好我去点选中心线 然后呢我选择在中间点一下 好它可以拉出一条垂直的中心线 好它会有一条中心线出来 然后呢我要做左边这条斜线 好左边的斜线 下个直线的指令 我从这个地方拉一条斜线出来 好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我现在呢 这条线跟右边的这条应该是一样的嘛 我希望能够做一个镜像 一刚开始这个镜像的按钮是不会出现的 它的操作是 你要去点选这个镜像 点它以后 有没有发现镜像的功能就出现了 我们再去选择镜像 然后呢 底下指令它会问你 选取一条中心线 看最底下 选取一条中心线 你再选这条中心线 它就镜射过来 镜射过来之后呢 左边的线跟右边的线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将来长短也好 角度也好 它都会在一起 有没有 需要有中心线哦 再一次 一刚开始是没有任何动静的 你去点它 然后呢 镜像的功能就出现了 我去按这个镜像 然后指令行会跟你讲 选取一条中心线 我去选它 这样子就镜射过来 好镜射过来之后呢 这边我可以对它去做一个圆弧 从这边 拉一个圆弧过来 好做完以后呢 这条线我们就 删掉了 好请你先帮我做到这里 好 好再来啊 再来呢 加中心线的另外一个用法是 我今天想要在中间画一个矩形 你看哦 我今天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呢 我只要穿过中心线的时候 诶 有没有看到一个对称的符号就出来了 这边有个对称的符号有没有 就代表它们就是对称哦 将来这个里面的矩形不管怎么变 它不管怎么变 以后呢 它们就是彼此就是对称的 有没有 里面就是对称的 好当它穿过中心线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用法就出现了 你今天只是穿过一条实线 没有效果 你看 你今天穿过一条实线没有用哦 有没有 它不会帮你抓对称哦 它没有帮你抓对称哦 可是当你穿过一条中心线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抓对称 诶 这样子 以后这个图形就是对称的图形 好 这个也是中心线的一个用法 好 我们现在赶快先来标注一下好了 譬如说它要的是这一段 它要的是 这一段 好 它要的是这一段 它要的是这一段高度 还有它的长度 还有它的宽度 对不对 还有这个半径 好 那请问一下同学 它这边还有标一个8 请问这一段我标得出来吗 这一段我标得出来吗 我标不出来哦 有没有 它为什么标不出来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标不出来 我这边是40 这边又对称将来是24 40减掉24 16一边是多少 当然是8呀 就做不出来哦 因为你规定我要对称 你又规定我这段要40 那这一段是自然形成 你自然就标不出来哦 所以说你要知道为什么标不出来的原因哦 好 这时候呢 框起来之后 右键的修改 好 再生的勾勾取消 这一段是40 这一段是30 然后这一段是10 好 这边是6 这边是24 这一段是6 然后这一段半径是10 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做好 还有缺个圆 我们把圆标一下 这个圆 好 圆出来的时候呢 你看一下 它会主动的跟你讲直径 当你是圆弧的时候 它会主动的标半径 R是半径 Phi是直径 有没有 Phi是直径 好 那是直径的8 OK 那有同学说 老师 那我今天这个 这个10嘛 我不想要标半径 我想要标直径可不可以 注意哦 当你是圆弧的时候 你去标尺寸 你去左键点它 滚轮按一下 它自动会给你标半径 如果说你今天 很刻意的想要把它变成直径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 好 我把它删掉一下 我可以怎么做 我就必须要下指令之后 左键 对它快速点两下 这时候它就会跟你标成直径 有没有看到 预设值 预设值 它会跟你标半径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直径的话 你要快速点两下 才能做直径 那同学说 老师 那它这边原本是给我直径 那我想要标半径怎么办 那就是把它删掉 它主动是给你直径 那你如果想要标半径的话 那你就自己去标一次 左键点一下 它就会变成半径 有没有 你看到半径 你想要变成直径 就是重新标 快速点两下 你看到直径 想要变成半径 那你就把原本的标注删掉 再重新下指定 再重新标一次 它就变成半径 这个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做完了 这样就做完了 好 做完之后请问一下同学 我能不能把中心线删掉 做完了吗 这个辅助线应该可以不要啦 可以删吗 注意哦 你一删掉就跳出一大堆弱尺寸出来 不可以删哦 因为这条中心线是你进射的来源 是你做举行对称的来源 有没有 你不可以过何拆桥哦 你不能说我用完了 我就把你删掉 不行 你要留着 留着其实并不影响你后续建模的轮廓 所以说你不可以说 我中心线做完了以后 我就把中心线删掉 那这样子之前的进射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对称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这些辅助线 如果你有用到的 你不可以把它删掉哦 好 这个记得存档一下 好 试一下 如果是先做矩形 再做中心线的话 那就会变成 第一个你可能先画一个矩形 你中心线你就放在中间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或者是你如果放歪歪的 那就做对称啊 这边有一个对称 选线 选中心线 选线 好 抱歉 选点 选中心线 选点 要按着Ctrl键哦 好 不用 不用按Ctrl键 不用 好 这边的话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就会变成对称 我看一下 选线 选中心线 选线 不行 不行 重来一次 要选点 中心线 点 他就会抓对称了 会是这样子做法 好 都试一下 适少事后我们就存档 好